大家好,我們是創意插畫設計組 Mia Coco 創意錢包設計 就要以近些年來盛行的詐騙手法 做為我們專題的主題 然後以各種類型的詐騙 以各種類型的詐騙手法 做為我們角色和插頭創作 希望我透過這個主題了解了更多的詐騙手法 和如何防範 希望讓大眾也知道 如果我們遇到這個詐騙該如何防範 起初想講這個主題的原因是 為了因應實事 後面又結合我們的魔術戲法 所形成的這個主題 因此我們設計了很多角色 那我們有兩套角色 一套是受害者系列 一套是詐騙警察加害者系列 那受害者系列像這個遊戲詐騙 他是以邵名在遊戲裡面 造到網路虛擬魔物欺騙 來做一個角色的設計 那這個號色肥夾 則是在網路上造到交友愛情詐騙 還有這個廷尾阿嬤 則是以班上的一位同學 跟阿嬤的實際例子 來做一個角色設計 那我們這個中世紀系列 則是以中世紀的古代幣 來做一個企業的製作 再來我們周邊商品的部分 這是我們第一個周邊商品 它是用我們之前創作的 系列插畫作為一個 變身的應用 比如說這張是 用衣換器官 然後 再來錢包的部分 我們有兩種 第一種是 我們的拼貼系列 然後第二種呢 是我們 我們 之前我們剛剛所講的 中世紀插畫的部分 然後再來 拼貼系列呢 是用我們 我們是用 照照各個詐騙手法上當的人 然後 我們所運用他們眼睛所呈現的世界 來做為延伸的應用 然後再來海報的部分呢 是我們觀察 然後 各個信息 各個詐騙事件 他們 裡面事件的手法 來做的製作的海報 搭配圖跟字 比如說第一張是 近期的柬埔在詐騙 然後 第二張是 用衣換器官 然後第三張呢 是 是我們其他一個角色 是惡魔 然後他的 是陷阱箱 然後陷阱箱 然後陷阱箱 各應的是 賭博大片 然後再來行方開 然後再來我們扒開 是 例如這張是那個 沙威馬 是作者渡成二桌所創作的 然後第二張是這個 肩膀帶事件 就是人們被吊起來的 然後 例如這張是包裹詐騙 人們被 那個頭 頭的後面是包裹 然後再來是我們雕塑 我們雕塑 我們雕塑是由我們角色 角色設計二層 然後再來是我們雕塑 以上是我們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小鈴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